深毒一分钟,你的健康深毒管 吴云峰副主任医师,济南大学副主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 白电风是啥? 书上说,白电风是一种常见的后天性、局限性或泛发性皮肤色素脱失病 我国白电风患病率为0.5%至2% 也就是说,全国最少最少有700万白电风患者 白电风并不是先天性疾病 但会在任何年龄段突然冒出来吓到你 这祸偏爱青少年 一半的白电风患者在20岁前发病 九成患者在40岁前发病 色素脱失斑是白电风的典型症状 随着病成的发展,从开始的一个小白斑变成好多个白斑 各个白斑都在慢慢扩大 时间久了还会连成片,成为形状不规则的大白斑 白斑部位的毛发也会跟着变白 当然也有不变白的情况 大约四成的白电风患者会泛发葡萄膜炎 脉络膜和视网膜脱色等眼底病变 白电风有搞出感觉神经性耳聋 听觉减退的不良记录 白电风难治愈 必复发 治疗贵 治疗时间长 治病的路上满满的都是泪 身独是个宝 常看身体好